嗨,这个是书学form4的课 这个是instruction video 我会先进入第四课 为什么我会先进入第四课呢? 因为我想要standardize一下大家的学习进度 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补习中心 我们上到的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选择这个第四课也是因为第三课 我比较需要因为它很多字的东西来的 然后它比较是逻辑性的东西 可以的话我面对面的时候我再教你们 如果我们没有继续被lockdown的话 所以这个是第四课 我们大家可以先进入这个第四课 然后你可以download一下 第一个东西你要做的东西就是 你download一下那个第四课的file download下来如果有print的人print出来 没有print的人不要紧 你可以在网上直接看了 你把答案还是你要抄的笔记写在一边就ok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你要看lesson1 lesson1分成两个部分 part1还有part2 因为是video的关系 你可以一面听 然后你就posted就做那一个部分 因为我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讲的 然后接着还是或者是 你要直接看到完part1 part2了 你才自己做也可以 ok 总之我会放一我会给一点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之后 然后我会upload答案 答案是file来的 还有一个是file来的 还有一个是video有两个 ok 所以那个答案我会upload video的闲 你可以先看一看video的答案 因为我会一体一体的解释 ok so答案呢是lesson2有分成三个部分啊 so part1 part2 part3 ok当然答案呢你可以直接fass forward到你要的答案还是 呃整面 就是你fass forward到我整面都有答案了 你才你才看也可以 然后你不会的你再reverse回去看下之前 你要需要的解释的地方还是怎样 还是你要看着去也是可以 ok 所以那个答案会有part1 part2 part3 比较长一点 因为我会一体一体的解释 然后过后呢 呃end of the class啊 就是讲大概是呃呃呃呃呃 一个总班到两个小时之后 我会再upload file的答案 所以那个的话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 我会再想那个要不要upload啦 哈ok 所以总共 今天要做的东西就是讲 第一你download一下你的那个 啊bub and part ok 年纪子 第二看lesson1两个part 接着做年纪然后看lesson2三个part 就是这样罢了今天 ok